第36集,她蹲在地上,眼泪控制不住地流,手扶住了自己的膝盖,她哭得想把自己蜷缩起来了。 樱桃,她听到蒋乔熙的轻声叹息,一双手伸过来了,那手指长的,上面有钢笔墨水的气味,手指温度冷,把她的脸捧起来。 她哭得快要缺氧了,嘴唇张开了,不断哆嗦,感觉对方的大拇指抹掉了她眼眶落下的泪,忽然一片阴影凑过来了。 她睁着湿漉漉的睫毛,模糊的泪眼眨了一眨,呆住了。 蒋乔熙就在她面前那么近的地方,只是一瞬地触碰,她看到她的眼睫毛近在咫尺,听到她深呼吸的声音,好像婴儿受惊,忽然间就会忘记了哭泣。 她睁着眼,蜷缩着蹲在那里,在自习室窗外投来的光线之中。 她能看到空气中微小的灰尘粒子,在她和蒋乔熙周围,沿着冥冥之中触碰不到的轨迹。 缓慢运转着,林樱桃穿着睡裙,把脚放进了拖鞋里,手撑着床单。 半夜时候了,她发现她又梦到了蒋乔熙,这好像是控制不了的。 她低下头,再一次咬了咬自己的嘴唇,她脸颊滚烫。 她抬起眼,望眼前的小窗,万年青叶片迎着月色,碧绿碧绿地贴在了玻璃上,将省成的叶。 妆点得如同许多年前的群衫,林樱桃半夜也没睡,她开着客厅电视,调到静音,在看中央六台播放的一部电影。 叫爱在黎明破晓前。 林樱桃走过来,她拉着拖鞋坐到了她身边。 怎么醒了? 林樱桃看女儿。 林樱桃歪过了头来,她靠在爸爸身上,把脸颊贴住了爸爸的肩头。 电视屏幕中,一对男女坐在火车卡座里,正在聊天。 这是什么? 林樱桃问。 爸爸说,一部电影。 林樱桃问,他们是夫妻吗? 不是吧? 爸爸猜测到,她拿过遥控器,把声音打开了两格,正好不会吵到隔壁熟睡的妻子。 他们刚在火车上认识。 穿棕红色高领衫的英俊男人,在火车卡座里对刚刚认识的美丽女人说。 你这样想,往后想,十年,二十年以后,你结婚了。 只不过,你的婚姻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激情了。 这时候你开始责怪你的丈夫。 你回想,这一生中你认识的所有男人,如果当初选择的是他们其中的一个。 你会有怎样的际遇? 我,你要知道,我就是这些男人中的一个。 那女人笑起来了。 林樱桃坐在电视机前,她不由地跟着笑了。 尽管她并不是特别明白这电影台词的意思。 你也可以把这想象成一场时空穿越。 那男人对女人说,你从你的未来穿越回了现在,来寻找你曾经可能错失的一切。 这就给你和你未来的丈夫帮了一个大忙。 你可能发现我和她一样是个混蛋,那么就没有什么好遗憾了。 爸爸,我现在英语比以前进步多了。 林樱桃忽然说,林爸爸欣慰道,用功了,是不是? 林樱桃转头对爸爸说,我以后也可以像这样在火车上和人用英语聊天了。 星号。 费林阁早晨起来和岑晓曼一块上学,她有点为难。 但还是把蒋乔熙昨天告诉她的话对她讲了一遍。 我以前在群山的时候喜欢过她,蒋乔熙当时背着书包,站在后门门边。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轻,很平静,只是对费林阁陈述一个事实,发生了一些事。 所以,她初中的时候来找我,不过我跟她之间已经没什么误会了。 蒋乔熙还补充道,我们俩现在就是普通同学, 你以后不要再说她了。 费林阁似乎直到现在都不太能理解蒋乔熙的意思。 不过像蒋乔熙这样的数学天才,从小到大就只会做题,看书,认识这么久了。 她还从没和费林阁讲过这么长的一串话,谁知道天才脑子里成天都是些什么怪东西。 本来就不好理解。 我什么时候说她了,费林阁不愤道,我也没说什么呀。 不都是别人说的吗? 陈晓曼在旁边沉默了,走路都低着头。 你和梁阿姨说过了吗? 她忽然问。 说了呀,费林阁莫名其妙道,梁阿姨就恩了一声,也没别的反应。 我怎么觉得她好像早就知道了似的。 陈晓曼轻声问,知道什么? 费林阁说,知道,蒋乔西喜欢过那女的。 费林阁还是不太相信,我真没听错,是蒋乔西亲口给我说的。 陈晓曼的睫毛垂下去了,东令营马上就要来了,在这个关口,恐怕梁阿姨也不好管蒋乔西太严厉了。 怪不得,费林阁自言自语,以前我一直觉得,是这女的跑来,咱们初中来找蒋乔西。 又不干蒋乔西的事,怎么那时候梁阿姨反应那么大,不仅不让蒋乔西出门,还干什么都不允许,难道还真是这么回事? 林樱桃坐在清晨上学的巴士上,塞着耳机静静听歌,她望着窗外,微微出神。 杜上一开始在旁边用书包垫着赶作业,等好不容易写完了。 她随手摘下林樱桃右耳朵的耳机,直接往自己耳朵眼里塞。 林樱桃后之后绝回过头,她连忙切掉MP3里那首歌。 那首03下话现天黑黑,被她切过去了。 杜上却皱起眉来,那闷看着她,刚才是谁在唱歌? 林樱桃拿回自己的耳机来,你又不认识,把耳机还给我。 杜上越想越不对,执意要拿林樱桃的MP3。 不对,你让我再听听刚才那歌。 不给你听,林樱桃说,你爸都给你买新的MP3了,你以后听你自己的。 杜上一张脸顿时很臭,我,我才不要她的东西呢。 林樱桃也不愿意,杜上,男女有别,你以后不能老和我一起听MP3了。 车内一阵安静,忽然前排的蔡方元和于乔回头了。 蔡方元咬着蛋饼,吃笑着对于乔说,林樱桃都知道男女有别了。 蒋桃夕这天早晨离开了小白楼,她听着一间间教室里传出了陈独声。 她拿着数学题上楼,手里攥着支钢笔,握来握去。 怀念的却是不久之前,那种湿漉漉的,热棉花糖融化般的触感。 堂哥发。 来短信,问蒋桥夕有没有收到她从澳门寄去的明信片。 那张妈祖庙的旅游风景片就夹在蒋桥夕的数学讲义里头。 桥夕,你快要全国决赛了。 堂哥在短信中问,和你父母谈过了吗? 还没有。 蒋桥夕回道。 堂哥问,你还不打算让他们知道? 蒋桥夕说,等考完再说吧。 堂哥问,那个小林妹妹,你跟她和好了? 蒋桥夕说,她已经不生气了。 堂哥问,她还喜欢你吗? 蒋桥夕说,我没问。 堂哥问,你怎么不问? 蒋桥夕说,问了又怎么样? 堂哥说,你才这个年纪,怎么总是这么悲观? 堂哥说,乔西,你好多年没来过香港了。 你爸妈也不让你出去旅游,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? 国内也好,国外也好,等考完了,我赞助你去。 蒋桥夕说,好。 堂哥说,就快到终点了,你要加油。 林樱桃在课间的时候,回头找于乔聊天。 于乔今天看的这份体育报纸,头版照片是美国休斯顿火箭队得分王。 来自中国上海的26岁超级中锋,姚明。 蔡方元等一群男生围在旁边,和于乔一块打赌。 林樱桃玩着蔡方元的游戏机,听了好一会儿才听明白。 原来今年8月,山东鲁能得了中超冠军。 再过几天,就是足鞋杯决赛了。 男生们,在赌鲁能能不能再拿一次双冠王。 于乔赌今年鲁能还是赢不了,我就这么压了,多大点事。 蔡方元和旁边人聊起了往事,他们以前上小学的时候,是1999年。 堪称于乔人生中最倒霉的一年,一共就打两次赌,两次他全输了。 林樱桃好像在听他们说话的,眼神却不自觉穿过人群,往后排望过去。 蒋乔熙坐在最后一排,以着以背,低头正发短信。 他突然抬起眼,看向了林樱桃。 隔着那么远,他看了看她,一笑。 林樱桃也不自觉抿起嘴,又没有什么。 他立刻回过头,把手里游戏机也放下了。 他继续学习。 夜里十点多钟,蒋乔熙给林樱桃发了条短信。 他说他在家里,没办法打电话,你在干什么? 林樱桃犹豫了一会儿,才回复了。 我在整理以前群山工地的相片。 蒋乔熙说,我留了几张,要看吗? 林樱桃合上了爸爸妈妈的影集,他趴到床上去,蹬掉了脚上的拖鞋。 他低头专注看手机屏幕。 很快,蒋乔熙发彩信照片过来了,一连串发了十二张。 那大多是一些风景照,是许多年前群山工地未拆迁时的模样,是蒋乔熙搬走前。 2001年,林樱桃在其中一张照片里看到了一个小女孩,她瞧着只有十岁模样,穿着花裙子。 冲镜头无忧无虑地大笑,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了。 她站在自己的小伙伴们中间,梳两条马尾辫,头发上戴一只红色发卡,脖子上戏一根红绳。 那是一棵小小的樱桃琥珀,是曾经完美无缺的童年。 林樱桃打字变慢了,我那时候和蔡方圆度上一样高。 蒋乔熙说,你现在长高了。 林樱桃说,你们男生长得更高,我以前以为于乔那么高,长大了就不会再长个儿了,一定会比我矮。 林樱桃以为蒋乔熙很快就会回复她的,像她内心期待着她的短信一样。 可她等了一分钟,三分钟,十几分钟过去了,她没有等到回音。 脸上好不容易提起来的笑容,渐渐又消失了。 新消息来自蒋乔熙。 刚才有人进来了。 你睡了吗? 樱桃? 是你父母吗? 你还没睡? 蒋乔熙,我想起,你以前说你想去美国。 嗯,你现在还是想去吗? 这不是想不想的事。 你小时候就喜欢这样说。 怎么说? 我以前问你,香港好玩吗? 你说,这不是好不好玩的事。 蒋乔熙停顿了片刻,回到,我都记不清了。 林樱桃说,我记得清。 蒋乔熙说,那我很幸运。 林樱桃一早坐在前往学校的巴士上,蔡方元坐在她旁边,一边打哈欠一边凑合玩手机里捡漏的贪吃蛇。 于乔上车来,看见她,今天不是你值日吗?你不早去。 蔡方元说,那谁,蒋乔熙替我干了。 林樱桃坐在旁边,突然转头看她。 干嘛啊? 不行啊。 蔡方元也斜她一眼。 林樱桃说,你自己的值日,你自己怎么不去? 我跟她说了我早上起不来,这次她帮我,下次我替她啊。 蔡方元理直气壮道。 林樱桃歪过头去继续喝牛奶。 你不高兴啊? 蔡方元说。 林樱桃松开吸管,以前成天说什么,蒋乔熙去了省城,就变了,就变得不认识我了。 不认识你还替你做值日呢? 蔡方元听她这个语气,扑斥一声笑了。 这人吧,蔡方元放下手里的手机,想了想,感慨道。 我觉得她可能不是每次来了省城,就变样了。 林樱桃又回头看她。 她是,蔡方元画到一半,她对上了林樱桃,瞧她的那俩大眼睛。 她顿了一下,唉我不告诉你,本集完。